是这样 我希望在明天中午前 我拿到这个推广方案的雏形 喂 您好 明轩银行 我是王东的爱人 还没还款 多少钱 五万 你等一下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你们 我们家这个月没有大额开销啊 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二马路直行取款 那这样吧 我先核实一下 一会儿再给你打过去 再见 是谁还了我的钱啊 对 我的钱 对 我的钱 爸爸说明天咖喻的钱 全是我的 五万 好多钱 是不是 平时 过年的压缩钱也没那么多 五万块钱多少 是一租山 小山吗 还是中山 还是大山 还是超大山 家乐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妈妈头好疼啊 哎 妈妈 我能治好你头疼的病 我知道爸爸拿钱干嘛去了 我有证据 你没多有少了 不是啊 五千 大哥 你没事了 我管你借五万 你给我五千 我跟你说啊 那个月了 你二十二号之前 你真的在帮我把这个空的顾上 要不然你就替我收拾了 哎呦 兄弟 你江湖究竟 你帮帮我都行啊 啊 不是 我把你钱借了 你借了 什么酒藏酒啊 藏什么藏啊 你没事吧你啊 藏了 我就藏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藏了这钱你借不借吗 现在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那这么周啊 哎哎 妈妈 你别给我弄坏了呀 妈妈 秦武藏交是什么意思啊 妈妈 妈妈 你答应我的 你看了以后不生气的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红色一惊 妈妈进入了狂暴主态 一会儿你就会发大喘 这是一个什么怨离妈妈 点了 来 莫莫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呢 我也不知道啊 哦 那我们两个过去找她 好 妈妈的表情 有内容 莫莫开门 哥来看了你 来啊 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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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 哎 莫莫 你在干什么呢 我和兔兴基在说话呢 成了 对啊 莫莫 珈乐和阿姨陪陪你好不好 嗯 这样了吧 这样来吧 好 好 莫莫 哎 一个人在家怕不怕呀 不怕呀 不怕呀 嗯 哎呦好勇敢呀 嗯 莫莫 嗯 你们以前住在哪儿啊 我们之前住得很远 很远啊 那为什么搬到这儿来 因为 我妈妈说 这里离家好的医院很近 医生叔叔让我 住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 对心里有好处 那你妈妈有没有说 到这边来找什么人呢 没有 你看 真好看 哎 这是什么 这是我爸爸 你怎么会有我爸爸照片啊 沐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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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爸爸 你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沐沐 你给阿姨看一眼好不好啊 阿姨 这是我的 我知道 阿姨还给你 阿姨 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阿姨 你给阿姨看一眼 你给阿姨看一眼 你是坏啊 阿姨 阿姨 说吗 妈妈 妈妈 阿姨 阿姨 你怎么这么傻 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傻蛋 躲到这一步了 你还心存幻想 人家真是拿你当傻子骗你 你 美女 清姐 我觉得最近 这个薇薇跟冬子有点不太对劲啊 我也看出来了 小两口啊 磕磕碰碰的 你说说这也很正常 那咱们年轻的时候 可不也这样嘛 这舒华有时候也是 搞不清楚状况 你说心直口快的 你孩子们的事 你就别跟他啥掺糊了 是不是 再怎么说 老王啊 咱是一家人 不管出现什么事情 只要大家都宽容一点 没什么两不及的事情 对对对 你不管怎么说 咱还是一家人 那是 是不是 那是 那是 妈 妈 干什么呀 头发 默默的 我做亲子坚定用 你哪来的 佳乐在他们家玩 我在他们家水池子边的掌握 肯定是那么多 默默的 你这事你 你 你真决定了 决定了 而且我也想开了 我觉得这事 你必须得有个说法 到时候水落石出了 那对我和王东都公平啊 那如果结果 如果结果要是错了 那我跟王东赔礼道歉嘛 那至少 那私生子这个事情 是我怀疑错了呀 我肯定特别诚恳地 跟他道歉嘛 那他要是接受就接受 要是不接受 觉得委屈了 那他要是不想过了 那我们没办法 行 那你决定了就行 不是 问题是 你能不能有点医学诚实啊 妈 做亲子鉴定 那头发得带毛囊的 而且这几根头发也不够啊 头发 带毛囊的头发 好 好 吓不掉 哎 那个 我 我其实就是想过来把这个 蛋糕给嬷嬷 我刚买的 挺好吃的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可是我家嬷嬷 她吃不了这个东西 要不然你留着给佳乐吃吧 佳乐我给她买了 你这样你留着吃吧 挺好吃的 行 那谢谢了啊 没事 对了 叔叔阿姨说不在家呀 你到我家 到我们家来吃吧 我今天做了好多菜呢 不了不了不了 一会儿王东就回来了 我还是回去做点吧 没事 没事 她回不来 她今天晚上加班 批我还清楚 这算什么 挑心 我倒要看看你玩什么玩意 那我就 更进不如从命啊 就是啊 你快 把佳乐叫过来 我等你 行 那我回去叫一下佳乐 行 我先准备着啊 我再拿一瓶酒 好啊 好啊 好吃吧 儿子 嗯 爱吃就多吃点啊 嗯 阿姨给你包虾啊 谢谢阿姨 你忙多了 那肯定是给家里打电话了 是吧 老公啊 怎么了 什么事儿 那个 你来一趟我公司呗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啊 我在顾欣家呢 我跟她还聊天 我们两个又喝了点酒 不 不 不 你怎么跑他们家去了 没事没事啊 我觉得我跟顾欣我们两个真的 今天一喝上酒以后 就觉得我们两个 真的相见恨晚 早就应该认识了 对啊 好多事情 也早就应该发生了呀 那个 那个 我跟你说 你签了签了 别乱来啊 那个 那个 有什么事儿 你等我回去 我跟你解释啊 老公 没关系 啊 你不用担心 不用着急回来 啊 你忙你的 但是你一定要 注意身体啊 身体最重要的 好吧 好 嗯 爱你哦 问答 哎呦 问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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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吃饱了 吃饱了啊 吃饱了啊 嗯 快去玩吧 真幸福 特别羡慕你们俩 薇薇 我觉得你 特别的有福气 王东真的是个好男人 什么福气不福气的呀 他愿意娶我愿意嫁 凑合着过日子呗 都这么好了还叫凑合呀 这是小三儿对合法妻子的陷阱 对合法妻子的陷阱 真是小三儿对合法妻子的陷阱 真是小三儿对合法妻子的陷阱 我不能总是麻烦你们俩呀 难道你给我们添的麻烦 还不够多吗 估计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 真的挺不容易的 尤其就莫莫身体又不好 没事 困难都是暂时的 会过去的 我相信 莫莫迟早吃晚会好起来的 而且我一直坚信 我能给莫莫一个健康的未来 对对对 一定 我也相信 我觉得莫莫 现在靠这些药物啊 医疗手段 虽然有帮助 但是我相信 莫莫更需要的是一个爸爸 有爸爸陪着她 那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她就不一样了 顾晴 你一个人啊 带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 千万别什么事都自己扛 身边缺个男人 我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 早都习惯了 我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早都习惯了 再说现在孩子身体不好 我根本也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事情 也许有一天 莫莫会有爸爸的啊 也许有一天 不过不是现在 我觉得要等到莫莫完全康复了以后 再说吧 你说的那个爸爸就是王冬的 菲菲 我想敬你一杯 其实我能够跟你做邻居 我觉得我也特别有福气 遇到了那么多困难 我们一直都有你和王冬来照顾我们 我把心眼里感谢你 真的 别这么客气 应该的 谢谢 演 接着演 演得真好 我和王冬到了 我看你怎么演 演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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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了 老公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是告诉你不用着急吗 没吃饭呢吧 王冬 快坐一起吃吧 对啊 快过来吃点 顾心手艺特别好 来 我成为了你干干嘛呀 你跑人家里闹人家 我闹了吗 没闹吗 我要是闹 会是现在这个结果吗 那你去人家里干嘛呀 我去人家就是跟顾情吃顿饭呀 我了解了解这个人 值不值得你托付终生啊 物理取闹子 谁物理取闹呀 我去帮你了解一下这个人怎么了 这是好事啊 这顿饭吃得挺好的 我了解了 你们俩真的挺佩的 你们俩真的挺佩的 一个比一个能捉我 一个比一个爱你 真是够了 你天天的 放着好人的苦苦 我服你了真是 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心虚了呀你在这儿 我告诉你王董 你不要一直拿我当个傻子 骗 骗来骗去有意思啊 我告诉你王董 就算离婚 我也要跟你离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是 沈渭渭 你到底要干吗呀 我不要干吗呀 行 我知道 我知道你给银行打住电话了 你不就是想知道 那五万块钱的事吗 对吧 打住 我下午呢 本来是想给你打电话 问这五万块钱的事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我不用问你了 你不就是金屋藏娇吗 知道吗 是啊 我就是金屋藏娇的 藏娇 怎么的吧 我就还藏了你知道吗 而且我藏的不止这一个 我好几个呀 算了 吹什么吹呀 五万块钱都让银行 追着屁股要 你还好几个 也就是我陈薇薇 我瞎了眼 我看上你了 我能瞪眼看 你做好做亲子 建立的准备 我让你心服和幸福 秦姐哥 这秦姐母也不在那儿 走一走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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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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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家等什么人吧 等谁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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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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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离你这么近 你不是故意的 没没没没看着 哎呦 你没看着 你打得这么准 我的胸口啊 哎 运气好 你撞上了 哎 哎 我说陈大教授 你这个话 哎呦 简直让我咽不下去了 我还撞着了 合着我现在是壮大运好 嗯 好好好 算我倒霉 算我倒霉好 运气不错 哎哎哎哎 你干啥家 你干啥家 我去看看说话 哎呀 睡觉呢 你看人家干什么 是啊 他身体不舒服吗 我去看一看 人质常情吗 别去了 嗯 你不是说了吗 以后你尽量少往我 亲家家跑吗 说话不错话呀你 我跟你说 年纪大了 这儿 抵抗力不行了 啊 是没啥谁都知道 但是能少去就少去呗 我跟你说 我亲家这个人嘛 是个知识分子 脸皮薄 有些话不好意思说 不要再讲了 知道吧 我现在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我现在要问问 陈大教授 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你应该了解我拱天德吧 我们可是老同学啊 我对书华什么样 你应该非常清楚啊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更应该清楚啊 你怎么能够 我看出来 你们是有意等在这里 用球攻击我 然后拦住我的路 不让我去看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让你少去吗 没说不让你去 好 我不去 我不去看好不好 哎 但是我要给你提的行啊 小心点 你 快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呃 算我没说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不是 你说一说 说一说 嘿 我还是不说得好 你 你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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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长眼睛啊 哎呀张奶奶 我 我 抱歉啊 我不是故意的啊 他们两个给我做照着 哦 拱天德 你这个老花痴 别跟我有仇啊你啊 那 我不是故意 我不是啊 我不是故意 你给我扎住 扎住 你说他弟弟也准啊 拱天德 你多大本事啊 你怎么才不太嚣张呢 你现在给我装什么 锁头乌龟 开门 你给我出来 出来 这是自然财产 别乱来的啊 说什么呢 给我出来 我是个神奇 好能不跟你斗的啊 行 别哭着玩啊 喝点果汁你们俩 等一会儿 把这水果都吃了 知道吗 老陈 你快点 漂亮 老头子 老头子 你赶快去看看吧 你说这龚老师 也不知道把那张奶奶 怎么惹毛了 他早在江门口正闹呢 小区保安都去了 那咱得去看看呢 不管怎么说 这龚老师也是他自己人的 不能叫他吃亏啊 对啊 他自己人的 你跟他自己人的 要去你去啊 我可不去 老陈 不是我说你啊 要不是你那一脚 这龚老师能招而上 这大老门吗 你不管怎么的 你得去看看吧 快走吧 我也去 你必须得去 走走走 我也去吧 万一打起来 我还好劝架啊 别说了 我帮你多炸 我要出炸 老爷 我要出炸 我要跟他一起来 我要出炸 奶奶 不行不行 你俩小孩在家待着 奶奶一会儿 我要去 你俩要行 我要去 妈 那 刚好 你把俩孩子带着啊 我老师家有点事 我们去看看 看 妈妈给你拿回来什么呢 哇 小蛋糕 小蛋糕 是马卡龙 哇 真棒 阿姨的品味也太好了 那 好东西是不是应该跟朋友一起分享 是 那咱们去找梦梦吃好不好 好 你也要先在这儿等着 真的 过来啊 你 梦但 你 帮妈妈一个忙好不好 什么忙 你去帮妈妈 找十根萌萌的头发 你要她的头发干嘛 别问你命东 妈妈有事情要做 你要是找到了 妈妈奖励你 带你去游乐园玩了好吗 好 你记住啊 不能是剪的 必须是拔下来的头发 这个事情只有咱们两个知道 不能告诉其他人 你也要告诉妹妹一声 不能告诉他们 姬姆 记住了 我快去吧 假的 妈妈不是要骗你 是妈妈真的很需要 很需要你当这个妈妈 你 疼了吧 疼死了 疼死了 珈乐 睦睦有病 说不定 她会真疼死的 珈乐 咱们还是别拔了吧 睦睦 没有你的头发 我妈就不能带我 去了 然了 就没有新鲜的水果 可以给你吃了 你拔一根还行 你拔太多 我怕疼你 那怎么办 我不怕疼 要不你拔我的吧 聂阳 你看你的头发 看一看 那么长 我妈肯定看得出来是你的 而不是睦睦的 鸟不智 我跟睦睦头发一样 你拔我的吧 我是大哥 身体棒棒的 还是大身体呢 来 拔我的吧 好 那你要挺住了 不能接 好 来吧 这怎么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先别拔了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个事情 要把这儿成的白毛行李 好 来 存 存 存 放在哪里 盖哪里 来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随便的就是小黄狗 角乐 你没搞错吧 你不信任我 那你还给我 妈妈信 谢谢你 那你带我去文乐场 好 妈妈带着你的事情 肯定会做到 妈妈 你不要生爸爸的气了 我什么时候生爸爸的气了 你昨天晚上没理他 他都没理我 杰勒 要是爸爸跟妈妈 去吧 去找嬷嬷玩去吧 一会儿马卡龙 让他帮不咱们吃光 快去 好 快去 王冬啊 千万别让我失了 好 接受 嗯 嗯 嗯 心虚吧 这靠道的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不能撑的啊 我现在心情好得不得了 诶 陈薇薇 我在纳了闷呢 咱们俩结婚七年了 咱们俩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合着都是我的错呗 我就看着你跟人家相亲相爱 搂搂抱抱 又是全家福 又去当爸爸 我就应该一点都不怀疑你们 对吧 然后我还得外带一举 老公 我相信你 我支持你 所以啊 所以这就是你狭隘的想法 对吧 没关系 您就这么继续潇洒下去 千万别停 就这么潇洒下去啊 你尤其什么呀 鉴定结果出来了吗 还能一两天到哪儿 那王冬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他能什么态度啊 他 心里淡定着呢 还说要等着看咱们笑话呢 真够漂亮的 薇薇 这个事情你 你 你想好了吗 什么可想的吧 这事 就是扑出去的事 有什么想法 那才生气归生气啊 但是 妈一想到你说 你们俩真的要是离了婚 这个 迦乐就没有亲爸爸了 我 我心里面 我真的是有好想法 妈 妈 你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想 我觉得这事得有个说法 就算迦乐知道 我跟他爸爸离婚了 他也会理解我的 瑶瑶 这些东西 是从哪儿弄来的 你又放我的房间了 那是我的私人空间 你不要乱讲啊 你爸爸都是我的 这个家都是爷爷的 你有什么私人空间 跟我说 这是谁的 这是我的意思 我不告诉你 那好 你不告诉爷爷 那爷爷就告诉你 小孩子不能用这些东西 爷爷现在替你收着 等你长大了 再还给你用 不行 我长大这些东西都坏了 就不能用了 那你就告诉爷爷 这些东西 到底是哪儿来的 是妈妈的 妈妈的 那也不对啊 你妈妈在澳大利亚 她现在又不在 是妈妈留给我的 那好吧 既然妈妈留给你的 现在也不能给你 爷爷替你保管 记住 小孩子不能化妆 二老爷数读得太少了 侵犯了你的隐私权 还不认罪 他还拿走了我的化妆品 那是我的魔法小道具 没有了他 我就不能变成 魔法美少女了 太过分了 我妈妈说 化妆是女人的权利 走 去找你爷爷 实在不行 还得让我爷爷出门 快点 二老爷 你侵犯聂姚的隐私权 是不对的 哎哟 佳乐正是 根本向二老爷兴师问罪 是不是瑶瑶向你告我的状了 对啊 那你想怎么样呢 你要向聂姚道歉 保证夏祖不会再犯 还有呢 把我的花肉给还给我 哦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我爷爷来收拾你 你是让加热的爷爷 王有才来收拾你这个亲爷爷 来好了 我才不怕呢 爷爷没收孙女的东西 这有什么错 是不是 我倒要看看 你那个村长的爷爷 是管得着我 还是管不着我 你你 你这个态度 你侵犯别人的隐私权 我爷爷就是个人叫谁 哎哟 佳乐你好可爱呀 不过爷爷要告诉你 小孩子没有隐私权呢 知道吗 你骗人 我爷爷说有的 你来避养小孩不能化妆 二老爷是个大骗子 大骗子 大骗子 嘿嘿嘿 不要乱讲的啊 大骗子这种话 不能说爷爷的啊 你 哎 对 不要 不要 也有电话了 哎 喂 哦 刘主任 嘿嘿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退休了能有什么事情 哎呦 有这当好事情啊 哈哈哈哈 给我们退休职工发福利 好好好好 哎 没问题 哎 我马上赶过去啊 好好好 好 一会儿见啊 哎 好 二老爷 事情没办完之前 你不许走 哎 不能不走 你现在是想出去玩呢 你们还是想在家里玩呢 啊 这样吧 你们好好玩 爷爷去去就来啊 哎 不要乱来啊 必须得给他的颜色看 小孩子也是有尊严嘛 哎 哎呀 我有办法啦 好吗 跟我走 好 珊乐 你找到没有 没有 我也没找到 爷肯定没有隐私 没有 没有 爷爷说 每个人都有隐私 干什么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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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肯定藏起来了 我们继续找 我不找了 娘娘娘 我们一定得找到 爷爷的隐私 我可能难受 以后 爷爷就管不了你了 好 我继续找 这什么 电视里有说一张纸条就能写个秘密 你也写个字号中肯定有不少秘密 这是什么 可是我爷爷写字像画圈圈一样 你能看得懂吗 我哪儿去外公看 太大熊了 好 我哪儿去外公看 我哪儿去外公看 太大熊了 好 好 好 你两个还好去的 啊 哈哈 我从你一件事 哎呀你们手里边 手里边拿的什么东西啊 啊 是 是二老爷的 嗯 哎呦 小朋友可不能随便翻大人的东西啊 二老爷侵犯一秒的隐私权 他不认错 我们也要公开他的隐私 让他长气息 公开他的隐私啊 啊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边有他的隐私啊 迦乐说有 外公 你看看这里面全是字 嗯 你帮忙看看吧 这不能看啊 这不应该看的啊 哎呦 这不能看啊 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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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仅此一回啊 你知道吗 你要翻看别人的日记 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啊 外公 你不是日记啊 日记啊 啊 那就像外公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啊 像外公写的文章啊 那是可以公开发表的 是吧 那是叫文章 叫 或者叫稿子 是吧 那是有学术价值和这个科研价值的 啊 你相信二老爷写的东西嘛 那大部分都是吴病申 就是 他呢 这个就是把每天啊 经历的事情啊 和经历的想法写下来而已 他不可以公开发表的 既然不可以公开发表呢 所以是我们就不能看 对不对 不就是微博吗 啊 微博 微博呀 就是把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啊 心里的想法呀 给写出来 一天可以写好多好多条呢 嘿嘿 那都是公开的 微博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 嘿嘿 日记有运运的不行啊 嘿嘿 我姚姚说的有道理啊 嘿嘿 不不不 还是不一样 跟微博不一样 哎呦呗 喂 外公真麻烦 二老爷不算弄秘养的隐私 我们干嘛还要做弄他的 这叫 以前知道花团人 管其人之身 对 对 外公的快点念 快点念 快点念 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 哎呀 这是你二老爷年轻师傅的日记 今天和舒华渊博 我还要跟着 我来 君主 女儿 死 你 我来 小女儿 乖 你 我来 外公 二老爷都记得来些什么呀 没什么 你毒不要跟我们听听 对 读一遍 我爱的人很漂亮 人长得也很白 就像一只猫 有时候很温柔 有时候亮丽爪 挠得我心痒痒 我看到他就很想吃猫肉 这些猫肉真是死不死 钱就是小点 二老爷想吃猫肉 猫肉不能吃 但是你得想动物 太残酷了 猫肉不能吃 你爺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你隐私都那么奇葩 好 好了好了 咱不看了啊 外公给你们朗诵一段 真正的情书 不 真正的文章给你们听啊 约瑟粉至拿破仑书 你给我一分快乐 一分极大的快乐 没有任何东西 更让我这样怀念 我要以无限柔情感谢你 并将永远以无限柔情爱你 你们去哪里聊 好